享受游戏热爱生活 大家好,这是孟宣 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火的冷知识 本期本主题需要感谢这些小粉丹留言 如果你要想了解的物品生物冷知识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下方留言甄学 对了,再看之前希望大家点一个免费的赞 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众所周知,水是可以灭火的 但MC特性总是千奇百怪 你可以用指令召唤一只永久燃烧的小猪 而且它身上的火焰并不会被雨水消灭 甚至你还可以召唤水下燃烧的熔原 配合隐形效果也就形成了水上火焰 或者老版本还能够接触冰块的特性 形成禁止水源保护火焰在水下持续燃烧 原故版本的火焰就更加有意思了 由于当时没有火焰燃烧的效果 所以你只能看到隐形火焰形成的烟雾颗粒 当然现在你依然能够利用调试棒 形成翻版的隐形火焰陷阱 确定是火焰在普通方块上方 并不能达到永久燃烧的效果 不过好在机烟版可以手动关闭火焰蔓延 来形成永久燃烧的隐形火焰陷阱 甚至这样的陷阱不会产生任何烟雾漏洞 在原故版本没有熔炉 所以火焰也就是最早的烧炼工具 无论是炎香还是打火师 都可以直接炼制铁矿 甚至其他物品也可以被点燃 此时早期的火焰并没有摧毁物品的功能 火焰除了烧炼物品之外 键板中借助受伤机制的设定 你能够提前引燃自己 掐准实践进行高空落地火的操作 利用火焰受伤瞬间无敌的特性 来规避高空速降的巨额伤害 除此之外火焰还是一种方块 键板中你可以利用指令召唤火焰花瓶 而且右键可以直接取出火焰方块 这样的方块不受限制 甚至还可以直接在水中点燃 键板则是可以借助游戏特性 利用下落方块进入折月门之后 退出游戏 重新加载存档 折月门另一边会随即生成各种方块 用此你便能够得到火焰与灵魂火方块 火焰的用途也十分丰富 正常我们无法通过1.5个高的栅栏 但你可以利用火焰受伤的瞬间 配合弹跳轻松飞跃过去 火焰还可以是驯马神器 在驯服野马之间点燃火焰 你将会发现野马在燃烧的同时 无法试图甩下玩家 这样也就大大提升了你的驯服效率 最后讲到火的蓝色变种 灵魂火也有自己的独特游戏机制 猪金在看到灵魂火后会四处逃脱 而且灵魂火的伤害是普通火焰的两倍 但奇怪的是灵魂火相比于普通火焰 并不会烧毁任何的方块建筑 也可能是出自于这个机制的特性 最初的灵魂火就连物品也不会燃烧摧毁 好了那么火的冷知识已经交给你们了 这个免费的赛当学费不过分吧 走了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